顾客满脸的享受,就是已经按到了小腿那儿,然后还让机师说再往上一点。 我是一名足域的机师,每天我都笔直的站在镜子前,嘴角上扬的,一遍一遍的重复一下的话。 你好,我是99号机师,很高兴为您服务。 我也很想像其他同事一样,然后自信大方的去介绍一下自己。 但是现实是我非常的自卑,因为我的脸上天生有一块胎脊,胎脊的面积很大,化妆也掩盖不了那种。 我的刘海很厚,然后头发也总是很长,我试图用头发掩盖住脸上的胎脊,掩盖一点湿一点,那样子就会多一点安全感。 每次我都是小心翼翼,唯唯诺诺的向顾客介绍自己。 当客人看到我脸上的胎脊后呢,很多都是马上要去换人。 您好,可不可以跟我换一位按摩师?麻烦跟我换一位长相俊俏的好不好? 我已经在这家店,就是按摩店工作三年了,每一天都会被不同的男士拒绝,就是因为我脸上的这块胎脊。 我背后偷偷哭泣了很多次,我甚至非常羡慕那些总是被客人调戏的小姐妹,因为美,所以才被调戏。 尽管我苦心钻研按摩手法,我的按摩技术在我们店可以算是数一数二的。 但是呢,花同样的钱,谁不想让一个长相更美的人为自己服务呢? 我伤心未伤心,但是还是单纯的希望,可以遇到一位男士,可以忽略外貌,然后欣赏我的灵魂。 这天呢,周末,店里的客人比往常还要多,我被指定为那位就是肥头大尔的老李服务,我尽量低调,尽量用头发遮住脸上的胎脊,可还是被老李看到了。 赶紧把你们经理叫过来,我要求换一位美女,这是什么长相?你们是怎么把这种人招进来的? 嫌弃的眼神刺痛了我,然后边说边去看旁边的美女。 先生,99号技师,是我们这篇技术最好的,我特别专业,然后呢,专业知识非常丰富。 我不管,不换技师,我就退钱。 我低着头,战战兢兢的站在一边,手攥着衣角,连大声呼吸都不敢,尴尬极了。 这时,旁边一位戴眼镜的男士,看起来非常的儒雅。 我跟他换技师,让这位美女来我这边吧。 于是呢,66号去服务老李,我呢,来服务这位戴眼镜的男士。 眼镜男,询问我家住了哪里,然后呢,就是二人呢,居然是老乡。 于是,我们全程用四川话交流。 然后,眼镜男呢,也姓李。 就是李先生非常绅士地对我说话,然后非常尊重我,跟我聊家乡的美食, 然后还夸我性格温柔,说我长相俏丽。 很快呢,就结束了。 李先生走到前台,拿出卡,直接刷了五千块钱。 然后,他跟前台的工作人员说,下次过来呢,还指定我为他服务。 我感到非常有面子,要知道之前,从来没有人因为我冲过卡。 我娇羞地把李先生送到门口,李先生要求说加一下我的这个微信。 林总呢,还在我耳边说,今天你捏得真舒服,你身上好香啊。 说吧,就潇洒地走了,徒留我花痴地待在原地。 我心跳加速,心花怒放。 李先生在网上跟我聊一些非常就是开放的话题。 每一次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接话,但是呢,又非常的喜欢。 因为终于有一个人把我当女人看待了。 李先生说,我脸上的胎记是我独有的标志,一点也不影响我的美。 还夸赞说我的声音甜美,身材好,性格也好。 在李先生甜言蜜语的公式下,我彻底沦陷了。 我开始化妆,也敢把头发梳起来了,等待李先生来店里,成为了我最最开心的事。 每到遇到,让我换掉我的顾客,就是说,就是遇到别的顾客嘛,然后让我换掉的时候也没有那么伤心了。 李先生又来了几次,每次还给我带来一些鸭脖啊,薯片啊,坚果等零食。 我还会自豪地把那些东西啊,就是分享给我的同事吃。 有一次呢,然后李先生按摩完,然后邀请我到他的车里坐一坐,让我听一首就是符合我气质的抒情的音乐。 然后呢,突然一把就把我抱住了,我丝毫没有心理准备,就把它推开了。 你不要害怕,对不起,我实在是情不自禁,我错了,小可爱。 李先生的话,边说,边去握住我的手,我心里呢,比较忐忑,既渴望又娇羞又不想。 我要去上班了,我拉开车门,一溜压的就跑了。 我心啊,真的是快跳到嗓子里,回到店里呢,手抖着跟李先生发了一条微信。 我生日那天,记得来店里,有惊喜给你。 那段时间,在网上,李先生就是非让我叫他叫老公,我十分想问他二人的关系究竟是什么,还是没有问。 然后很快到了我的生日,我订了一个豪华的包间,然后我特意化了妆,然后羞涩地等待李先生。 李先生很快就到来了,然后他扔给我,就是一条丝袜让我换上。 就是那种高高在上的语气,让我很不舒服,但是呢,我还是照做。 接着开始按,我一直在小腿那按,就是李先生让我再往上一点,小腿又往上。 李先生让我再往上,说了好几次,已经到大腿的最上面了。 李先生身体有了反应,让我握住,我不想。 李先生已经是那种很享受的面部表情了,然后呢,还让我亲吻。 那种命令的语气和之前我遇到的其他男生,没有什么区别。 我脑海里回忆和李先生相处得点点滴滴。 眼前的这个男人,真的是我,就是想象中的那个他吗? 我鼓足勇气,然后停下,说出自己今天还有惊喜没有给他。 于是我打开嗓子开始唱歌,原来啊,我的声音非常动人。 我之前上学时因为唱歌差点获奖,当时就是因为脸上的抬起,所以才没有上台的机会。 我自己知道我的声音非常的动听,我深情地唱着自己拿手的情歌。 我希望李先生可以从我的歌声里欣赏到我的才华,可以从我的歌声里了解我,了解我纯洁美好的灵魂。 结果呢,我还没开口唱几句,就被李先生无情地打断。 赶紧骑这儿,赶紧骑这儿,这里这里这里,边说边指着他的脖子,胸口小腹等。 我看着躺在那儿的猥琐男,我真的要一步,就是要退一步。 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? 李先生不耐烦地命令我赶紧别浪费时间。 我彻底地失望,停下手中的动作,愤怒地跑了出去。 我还幻想李先生可以很快找到我,然后向我道歉。 我想多了,我待了一会儿,连李先生的影都没看见。 不一会儿,我擦干绿水,回到店里。 结果走到刚才的包间,听到李先生正和新来的88号洗脚妹有说有笑。 从门缝里看到,李先生还去挠88号洗脚妹的痒痒,挠几下给一百块钱。 我看得一清二楚,李先生这次走时,又在88号那儿充了八千块钱。 还有李先生车子里的储物箱里,全部都是足玉店的打火机。 足玉店只是他涉猎的场所,而我只是他的猎物之一而已。 杂引测漂亮!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